记者蔡文居台南报道,台南市无党籍市长参选人苏冠志今天上午于台南市议会,与其他十位无党籍市议员参选人发起成立新大同草根民主连线,联合参与年底市长与议员选举。 苏冠志与成员共同召开记者会,他并按批行政院长赖清德与台南市长任内占房屋税,然后拍拍屁股就走人,议会也无法监督,执政党变成橡皮图章。 除苏冠志外,十位议员参选人为曾王雅云、李宗志、蔡思杰、陈坤和、王清奇、高忠义、林伟、王太傅、陈志峰、黄荣豫等人,其中陈坤和、王清奇未出席。 苏冠志表示,该连线成员为跨党派,大家对台湾当前困境有共同的感触才站出来发声,并提出11个共同证件。 他并举理运大同篇魏力,希望找回对弱势照顾的初心,同时也要弱势草根民主,人民参与的初衷,市议员曾王雅云则表示,民主走到现在令人失望,政府便集权,房屋税未以光平行政命令就执行。 他希望透过此连线,照顾富佑、弱势,走向大同社会的理想。 新代同草根民主连线十一大政见,包括房屋税、地价水动涨,推动抢救少子化政策,因因高龄化社会来临对策,推动恢复区地方自治,各立活动中心,受权力自主管理,解决停车问题,解决市区连外交通问题,推动南铁全线采取双层高价化, 保障老农退休生活,中央地方分税制与成立大台南银行,并且承诺当选后将全力推动以上政策。 苏焕致敬办公室也表示,激进党四位市议员参选人苏玉文、王岌方、陈嘉玲和李宗林他们虽然不是连线成员,和连线则是策略联盟的关系。